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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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年友请合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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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弥陀真实义 愿解弥陀真实义 本自方丈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年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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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奖 我们这一节 依然延续上一节 下品下新之心意的内容 请大家看广告 第四点 显第十八愿之乃至十念 之十念即是满数之意 满数之意 就是念念当中 都圆满了消除生死之罪的功德 念念当中 都圆满了能够往生的功德 这个叫做满数 十念既然是满数的话 也就是以一种表法来代表满数 如果他念不到十声 他只是念了九声就断气了 那他能不能够往生呢 也照样能够往生的 阿弥陀佛也照样救到他 如果他只是念了五声就断气了 也照样能够往生 只是念了三声一声 甚至想要念出声 但是口已经僵硬了念不出来 就在心中念 甚至心中也念不出来 只是一个想被救的这个念头 也照样往生 好像观经下品上生 就是念了一声佛 下品中生是听闻阿弥陀佛的功德名号 慈悲救度 想念但是都没有来得及开口念 他又都往生了 因为临终的人 这个时候心中是慌乱恐惧 不可能他数他念佛 已经念到第几声佛了 所以这里是聚足十年 也是第十八愿 乃至十年的意思 也就是说聚足乃至十年 念不到十声 只念到九声八声也都算的 时间延长的话 念十几声几十声也都算的 所以这个十念就是满数 也就是念念灭除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念念成满往生功德的意思 一念十念八千万年 亦都是念念灭除八十一劫 亦都叫做乃至十念 因此谭乱大师说 十念者明业事成办意 不必须不必须知投数也 意思就是说 下品下生 临终十念而往生的十念 是显明念念都完成了 往生极乐世界的孽恩 念念都是十念之二 而不是限定在十这个数字上 而不是限定在十这个数字上 而由下品下生的十念往生 以及祖师的解释 彰显出第十八愿的乃至十念的十念 亦都是满数之二 亦都是生命延长 或者平生之机 则自然尽一世的念佛 不间断 不夹杂 亦都是不杂如佛 不杂如行 能够这样的话 这样往生之业因成办 因为必定往生之故 因此 善露大师解释说 一心尊念弥陀名号 行住作恶 不问时至久近 念念不舍者 是明静定之业 顺彼佛愿故 有解释说 一切造罪凡夫 但回心念阿弥陀佛 愿生静土 上尽百年 下至七日一日 十星三星一星等 命欲忠示 佛与圣众 至来迎接 即得往生 善露大师这样的解释 第五点 请看广告 显帝十八愿之乃至十念 即是平生之机 尚尽一应 临终之机 下至一念之念佛 下品上生 是只念了一声佛 就当下命中往生 下品中生 是想念佛 还未来一切是开口 就命中往生 下品下生的经文说 凌声不绝 聚足十年 凌声不绝就是 一声接一声 相续清明 显示这个人 还未有立即名众 他的寿命 还能念十声佛号 所以 他就念了十声 如果来不及 当然也就九声八声 三声一声 如果寿命更长 也都就十一声 十二声 一天 两天 七天 相续地念下去 下品上生 给我们知道 一声清明 决定往生 下品中生 给我们知道 之所以 一声清明 决定往生 在于名号 本身的功德 但 如果是没有下品下生 或者是 有人误解 以为就念了一声 这样 有了下品下生 凌声不绝的经文 就知道 是进行受 一声 相续的念佛 所以 法院上人 解释说 信取一念 往生 行勤 一声 多念 下品下生 的罪人 临终 命述的时候 才有幸 遇到 唯一能够 获救的 念佛法目 随其临终 时间的长短 而 相续念佛 直到 命中 而往生 因为 他生命 只是在 十年之间 所以 说 十念 如果 他生命延长 这样 去念佛 也都 必定 随之延长 由此 可以知道 本语文 所说的 乃至 十念 乃至 有两种含义 一 乃至平生之机 则上尽一刑之念佛 而 乃至 临终之机 则下之十声 一声 一念之念佛 简而言之 就是 平生之机 上尽一刑 临终之机 下自一念 因此 善道大师 善道大师 本愿式 的法语 经常说 上尽一刑 下至十念 或者说 上尽一刑 下至十声 一声等 或者说 上尽百年 下至七日 一日 十声 三声 一声等 或者说 约七日 及一日 下至十声 乃至一声 一念等 又说 上尽一刑 下至一日 一时一念等 或从一念 十念 至一时 一日 一刑 又说 上尽一刑 至十念 三念 五念 佛来刑 即为 弥陀 弘世 重 至死凡夫 念即生 以上 善道大师 所解释的 六段法语 都在于解释 乃至十念 的含义 乃至十念 对念废人而言 自简单 自容易 自庆宋 并非 习行 难行 苦行 而且 只是念一 佛的名号 并非是念千佛万佛 乃至 讲修三学 六道万行 这样的话 似乎看不出 有什么功德 即使是有功德 功德也应该不是很大的 为何 为何就能够了脱生死 往生成佛呢 一般不了解这个教理的人 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其实正由于念佛 不是靠能念的念佛人的功德 是靠所念的弥陀佛名的功德 弥陀本身 有讲究众生的 深重宏愿 悲心愿力 而弥陀佛名 也都有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的无上功德 所以使得凡夫只要清念 就变得往生 所以第十八愿的乃至十念 不是唯有十念 如果平生只要念十声 南无阿弥陀佛 从此之后就不再念佛了 能够往生吗 未必能往生的 如果只要十声 多念是没用的 少念了不能够往生 这样对吗 也都不对 这里的乃至十念 是乃至临终的人 他只是念了十声 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以这样来显示 乃至我们寿命延长的人 还有今天的一日 那么我们就这一日 就专称弥陀佛名 还有两日 还有七日 或者还有七年 那么我们就尽一世 专称弥陀佛名 不间断 不夹杂 不杂如佛 不杂如行 是有一种 这样的 涵意的 请看广告第六点 显第十八愿之口称 圣心念 张义行道之极致 英武 小孩 与人等皆能 下品下生经文 讲到念佛的念 有五个地方六个字 前面三个地方三个念 是讲意业 心中一念思维 后面两个地方三个念 是讲口业 用口来清念 下品下生的罪人 临命中时 地狱之火 已经燃烧到她的面前了 她的心中 只有慌乱和恐惧 这个时候 要她回头去行善积德 去学佛修行 拜忏证经打坐等等 这些在时间上 已经不容许了 同时 以她的心境来讲 也不可能静下心来 好好地思维 阿弥陀佛救度的慈悲功德 也就是救度的内容 也不可能以游闲的心 来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只能够似什么呢 好像在危急的时候 呼爹喊良地叫出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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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这个声音 当下每一念 每一念 都在这里消除生死之罪 当下连花现前 当下往生极乐 一开始善知识要去心中思维 一念弥陀的功德名号 但是他心中慌乱 无法一念 善知识立即改变一个方法 要去张开个口 清明念佛 结果在他念念清明当中 地狱之火灭了 原来王派来的鬼族离开了 阿弥陀佛的莲花出现了 他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了 这个喜不是显示 心念难于口称 口称胜过心念 静土中意行道这种意的特色 从下品下生的经文中 彻底展现了出来 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方法最容易 功德又是最殊性的 就是清明念佛 清明念佛 胜过心念的念佛 因为心念的念佛不普遍 而口称念佛能够普遍 心念的念佛 是临终的慌乱和恐惧中 难以提起 而口称的念佛 就能够给他声声消除 八十亿劫的生死重序 如果念佛的念 是指心中思维 或者观想的话 此刻他心中只有 慌乱恐惧痛苦 他怎么有办法去 静静地在心中思维 一念弥陀的功德 思维名号或者佛的境界呢 佛的相好呢 他念不来的 如果要求思维或者观想 才能够往生 那么这个下品下生的人 能够往生吗 一定不能够往生的 而且是要堕落地獄的 但是如果给他口中 只要喊出这句 弥陀名号 那么他就做得到了 这个不是显示 静土中 清明念佛的容易和殊性吗 清明念佛 就是 英母也会念 他会跟着我们人的声音 而念佛 念习惯了 死的时候 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但如果要这只英母去思维 阿弥陀佛的名号或者功德 他可以吗 他不行的 或者一个牙牙学语的孩童 我们教他念阿弥陀佛 他也会跟着我们念 世事无常 如果这个小孩在某种恩怨之下 即将去世了 我们为他念阿弥陀佛 他也会跟着我们念阿弥陀佛 或者耳朵听听阿弥陀佛 当下这个小孩也能够往生 如果要这个小孩用心去思维这句名号 或者观赏佛的境界 那么这个小孩做得到吗 做不到的 小孩做不到 大人应该做得到 也可能做不到的 就好像有些老人家 是没有文化 不识字 老根也都顿了 这样的根基很低下 很顿的人 你要他用心去思维 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 思维阿弥陀佛的上好庄严 或者用心去思维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做得来吗 他做不来的 但是如果跟他说 你只要张开个口 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样就是念佛了 这样他就做得到了 对不对 当然我们念佛 不是说只可以用口来念 心中不能够念 不是的 是因为那个人 是下品下生的根基 而且已经临命中了 如果是我们平常可以一方面口念 口念疲了就可以改为心中默念 念佛有四种的 大声念 小声念 金刚念 默念 大声念就好像刚刚我们念那个样子 声音很大 外面都能够听得到的 细声念是细细声的样子 我们佛堂听得到外面听不到 金刚念 就是动着口 但是没有声音的 自己知道人家也能够听得到 但是听不到的声音 默念就是连口都没有动着 只是心中是无声地念 在这四种念佛当中 以金刚念是比较轻松不浪力 也都比较绵密如细水长流 但是法无定法 在这里共修的时候 大家都虔诚地恭敬的 尽情地出声念佛 有些人大声念累了 可以转为细声念 甚至喉咙沙啞了 都可以改为金刚念 如果是早上起床 正座念佛的时候 只要心中默念就可以了 也都不用说 也不用说抹大个口 也都不用说 插念珠 也都不用用灌想 比如说灌想佛缸 灌想莲花 灌想佛像 一概通通不需要 只是纯粹静坐默念 静坐默念 为什么静坐默念佛号的时候 也都不用插念珠呢 因为心静 身体就静了 如果手在动的话 会干扰到静 静之中身体的气血 血密经络的运转 如果是休息 或者是晚上 睡在这里的时候 准备睡觉的时候 心中默念就好了 默念是默念四个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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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轻松的念 自然这样就睡着了 所谓 要再增并延宿往生 这些都是全民口称 如果心念的话 就没有这种方便 所以是法无定法 不能够执定某一个样式 只是比较上来说 金刚年 这种方便能够二六时钟 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面面密密 细水长流 不防害人家 不防害人家 自己也不会累 请再看广告 请再看广告第七点 与心相关的 与心相关的 只有如是至心的 的至心这两个字 接下来说 令星不绝 显示所谓的至心 就是相逐清明 从这点来看 夏品夏生的经文 也都在于 彰显第十八愿所讲的 信乐和育生 这个信和愿 都归于乃至十念的 专称弥陀佛明之行 夏品夏生的众生 之所以能够 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将而脱离地狱 往生极乐 彭靠的是什么呢 经文讲 清佛明故 也都是由于清念 南无阿弥陀佛 万得鸿明之故 由于被人苦逼 不忘念佛 因此无所谓信 无所谓愿 显示 若信若愿 皆归清明 只要念佛 必定往生 信者信此 愿者愿此 也都就是信 就是信 众生清念 必得往生 愿就是愿往生 而清明已往生 由夏品下生的之寒意 就知道第十八愿的信和愿 都归乃至十念之行 也都知道信和愿 都是清明的前方便 因此 违陀化身的善道大师 解释第十八愿 有时 略去了信 有时 略去了愿 有时 信愿都简略 而唯有 标举 专称佛明 好似这样的法语 在善道大师传集当中 可以说是 虎十皆是 在这里 我略举几条愚下 善道大师说 如无量寿经 四十八愿中 为名 专念 微何 名号 得生 又如 微陀经中 一日七日 专念 微陀 名号 得生 由此观经 定散文中 为标专念 名号 得生 善道大师又说 望佛本源 以在众生 一向 专称 弥陀 佛明 又说 但能 上尽一形 下至十年 以佛愿力 莫不佳皇 顾名 二也 又说 弥陀 弥陀 世尊 本发 深重 誓愿 以光明 名号 涉化 十方 但 是信心 求念 上尽一形 下至 十声 一声 等 以佛愿力 以得 往生 又说 一心 专念 弥陀 名号 行住 助我 不问 时至 久近 念念 不舍者 是明 静定 之业 顺 彼佛 愿故 又说 一切凡夫 一切凡夫 不问 罪福 多少 时至 久近 但能 尚尽百年 下至一日 七日 一心 尊念 弥陀 名号 定得 往生 必无 弥雅 又说 若有 众生 清念 阿弥陀佛 若七日 及一日 下至 十声 乃至 一声 一念 等 必得 往生 又说 若我 成佛 十方 众生 清我 名号 下至 十声 若不 生 者 不 取 正 各 彼佛 今宴 在世 圣佛 当 之 本世 重愿 不去 众生 清念 必得 往生 以上 的法语 是 几多 的 不过 好像 类似 这样 的 法语 在 善道 大师 的 全杂 里面 是 非常 的 多 的 为什么 善道 大师 解释 本 愿文 略去了 信 和愿 一言以蔽 知 不外于 简明 握要 彰显 本愿 知 一而 花繁 为简 花难 为意 花心 为浅 花会 为明 以其 不论 何人 一看 就明白 一明白 就用 一用 就靈 避免是 习意 多 其 亦免 旁生 异 异 洗 善 人 往生 恶 人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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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非如动之物类亦都能往生 就好像《观经》 《庄严经》 《大阿弥陀经》都在这儿说 《光明骗照十方世界》 《念伐众生摄取不舍》 又说 《三学道中地狱》 《恶鬼畜生》 《皆生我刺》 《受我法化》 《不苟释成佛》 《不苟释成佛》 《愿非如动之类民我明智》 《莫不辞心》 《欢喜勇约者》 《皆令来生我觉》 《与上三部经典》所说的三段法语 都在于显明 《只要专称弥陀佛明》 《就必生弥陀正土》 《发言上人全集》 有一段问答 正是为了显明这样的意义 全集之中 《正土循文记》 有这样的记载 《华人问若》 《善道大师识本愿文》 《略安心者有何意乎》 《诗答若》 就是《发言回答》 《为之众生称念必得往生 则自然聚足三心 《为显此理略而不适也》 《发言上人》 这段法语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知道众生只要念佛 就必定能够往生极乐 因此就自然地聚足三心 信乐 讲愿生 但是有些人就是没有文化的 没有智慧的 他理解不来 信不来 甚至一些小孩 或者是好像英姆 他都没有所谓信 也都没有所谓愿 但是他在念佛当中 亦都可以往生的 这些就显示 至于我们此后 专称弥陀佛命 自然就有弥陀的佛力 愿力 牵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谢谢 如无论寿经所说的 彼国不亦为 自然之所献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清明念佛 自然就蒙受 弥陀佛力 愿力 功德力 自然地接引 接受到极乐世界 因此 只要我们 不跟阿弥陀佛拉脚 什么叫跟阿弥陀佛拉脚呢 哎呀阿弥陀佛对不起啊 我还不能够跟你去啊 这个梭陀佛世界 有我所爱的丈夫和儿孙 或者阿弥陀佛对不起啊 我还不能够跟你去啊 因为这个世间 还有我的冤家债主 我的丈夫 她一生对我不好 虐待我 她欠我很多 我要看到她凄惨的下场 我才要去往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当然阿弥陀佛就无可奈何了 只要在那里等了 我们都是凡夫 还有贪亲切 仍然执着这个世间 即使是再怎么样的 原生弥陀淨土 专称弥陀佛明 但是摆在眼前的 我们有可爱的孙 有住得很习惯的环境 所以还没到临命中 当下就要我们到极乐世界 我们还是会觉得是不舍得的 不过这个是没关系的 我们原生弥陀淨土 不是说现在就要往生了 不是非得现在就立即往生不可的 不是这样的 人有生必有死 所谓原生心 是现在存着原生的心 当你的世源已尽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 就不会执着这个地方了 所以现在多少都还会执着 这是自然的 与原生心是并不冲突的 凡夫嘛 但是真的到了最后 生命已经无法再保留了 非死不可了 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我们就会选极乐世界 不会选这里了 因为我们都是学佛念佛的人 学佛念佛的人 最基本的就是相信有善国报应 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相信死了 如果不往生极乐世界 必定会随每一个人的 各自的业报而流转 即使再亲的人 也都永远不能够再相逢了 所以无论受经就说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生来 一直到命中往生 都是孤独的 独来独去的 有些年有会想了 不是呀 我有恩爱的丈夫 我有恩爱的太太 陪伴在我的旁边 那谁能够说 我一生人都是孤独的呢 其实都是孤独的 再怎样有恩爱的伴侣 他能够将心中 深处的秘密 告诉对方 往往是有所不能的 而且 在恩爱的伴侣 对自己来说 自己仍然心中 深处 有那个莫名其妙的 孤独 莫名其妙的 寂寞 孤独 所以不止是 生下来就是孤独 死去是孤独 人生在世 也是孤独的 何况 所谓的 永欲爱河 白头佳路 海誓三盟 那种感情 是真的吗 我就是没有谈过恋爱结过分的 我就不大了解这个就要问大家了 地藏经也都说 父子自身 其路个别 终言相逢 无恳待寿 无量寿经 和地藏经 这两句话语可以说是 彻底地说明 人生的实相 人生的命运 我们现在就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在临终二选一的时候 再怎样的不舍得 那个时候 我们会坚定地选择 极乐世界 也唯有选择极乐世界 才能够真正地圆满我们 最高的愿 和所有的愿 为什么呢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我们就有神通了 十方来去十方来 法界来去 只是一念之间 就能够一刹螺之间 供养十方诸佛 当然也能够一刹螺之间 前往十方世界 去看看过世 和我们有恩义的父母 有恩爱的儿女 有亲情的六亲眷属 然后想尽办法 就是这样去救导他们 所以唯有往生极乐世界 才能够圆满我们最高的愿 及所有的愿 我们的愿望很多 但是千千万万个愿 只有一个愿 是最值得的 也是最真实的 就是往生极乐世界 其他的愿 都是虚假的 因为有一天 它会变化 会消失 而且也不是究竟的 也唯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才能够真正圆满我们所有的愿 人生最终极的愿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愿往生极乐世界 另一个是我愿起码 我的家亲眷属 也往生极乐世界 永远在极乐世界团圆相聚 对不对 这些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大乘佛教就是 智地利人 所谓相求佛道下化众生 但是这些要圆满 以我们的力量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容易反掌了 所以我们的愿 先愿往生极乐 就能够圆满 讲道众生这个愿 所以有一首计 我是非常的欢喜的 我们来念一篇 普愿有愿皆念佛 临终往生极乐邦 家亲眷属永团聚 江寿如同大愿黄 这首计听过没有 没有听过 意思就是说 我抱怨有愿的人 通通来念佛 这样临终的时候 不去六度轮回 而往生到极乐邦 极乐邦就是极乐世界 这样的话就能够家亲眷属永团聚 为什么呢 最有缘的就是我们的家亲眷属 结果 江寿如同 大愿黄 也就是说我们的光明 我们的寿命 就跟大愿黄一样 大愿黄是谁啊 对了 对了 其实这一首愿 说明了 每一个学佛念佛人 心中的究竟的愿 对不对 生死是自然规律 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 不要说我们尋常老百姓 就是专为国家的领导人 也都不例外的 所以当生离死别来临的时候 不用惊慌 不用排拒 应该理智面对 坦然接受 这样才能够不被执着 通苦所困扰的 何况 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至高无上的解脱 也都是超凡入性 而且是促正涅槃 如果能够如此存心 那人生的最后 不但是自己走得安长 瀟灑 也都被亲朋好友 带来安慰 同时 也都被他们 念佛必生极乐的信心 和见证 请再看广告第八点 显第十八愿之志心 就是志证狠切 下品下新的经文所说的 如是志心 令星不绝 具足十年清南无阿弥陀佛的智心 是什么意思呢 可以说很容易了解的 又是智诚恳切的意思 没有其他愚妙高深的含义 智诚恳切的心 我们能够流露出来 如果智心还含有其他 什么愚妙高深含义的话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了 理解不来就生不起这样的心 何况这个临命中的人 他心色茫茫 六神无主 当下心中只有恐惧和谎乱 善事实跟他说的 他几乎是理解不来的 他只是一心希望被救度 所以当善事实跟他说 你只要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他就会跟着善知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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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这里叫佛 念佛当中 每一声每一声都充满了智诚恳切 这些就是如是至深的至深 我们可以想象 如同一个沉溺在大海中的人 他或者不会游泳 或者会游泳 但是体力已经耗尽了 没有力气再游泳了 当下在那儿沉溺在那儿喝水 眼看就要沉入海底了 这个时候他是怎样的心境呢 他就是望救 希望当下能够被救 只要感觉有所依靠 他就会去捉 一只木棍也好 甚至一根稻草他都想捉 都想依靠 看看能不能够依靠 这个浮到岸上得到解救 他的心中只有慌乱恐惧 所以这里的至深 并不是说静静地沉不下来 好好地思维 或者是悉心静蕾 或者是行气运心 都不可能的了 所以这个善知识告诉他 你只要发出 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就可以了 当下就能够被救 他就全身心地投靠这句名号了 刚好 这句南无量无边 不可施以功德的 南无阿弥陀佛 不单只能够解救他 而且能够使他离开六道 到达涅槃的彼岸 所以这里的至深 就是狠切的意思 由这里的至深来看第十八愿 至深信乐 欲生我国的至深 也都一样是知诚狠切的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有些人在解释第十八愿的时候 都解释错了 都偏离了正土中的教义 将至深解释得很圆 很妙 很高深 很复杂 使得一般念佛的人 无法掌握到要领 所以就开始恐慌 旁边念佛一边就在想着 我虽然念佛了 但是我没有至深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这个岂不是将本来是 以行道的正土法门 变成了难行道吗 所以这里的至深 道理很简单 就是知诚狠切的心 请大家再看广告第九点 显第十八愿之自深 清明念佛 连念皆能除生死罪 这个五逆十乐的罪人 除了念佛以外 他有什么功德呢 他有什么修行呢 通通都没有的 他所靠的就是抹大个口 同跟随善知识一声一声 这样叫出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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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消除了 他的生死之罪 所以显示 一声一声的清明念佛当中 每一句每一句都能够 撇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也就是每一念每一念 都在随他的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八十一劫就是生死罪 生死罪就是八十一劫 如果只是念五念三念 乃至一念就断气了 也都是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如果是生命延长 而八念千念 也都在这里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为什么名号有这样的功能呢 因为阿弥陀佛这一尊佛 是为了救到我们众生 经过五劫的时间去发愿 规划了四十八大愿的蓝图 为了成就四十八大愿 又经过少哉永劫的时间去修行 完成了四十八愿的内容 然后将他所累积的功德 完全容纳在这句名号当中 使这一句弥陀名号 具足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甚深利益 殊性微妙的无常功德 任何人 只要是致诚狠切的清明念佛 念念之中 都能够消除我们 八万四千无量无边的罪业 都能够给我们获得 八万四千无量无边的功德 念念都能够增长福德 念念都是往生的功德之量 都是往生的正恩 所以 清念弥陀佛命 决定能够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 往生无有众苦 但受侏乐的 记录世界而快速成佛 讲到这里时间又到了 心愿所有众生 都能够信佛 念佛 得生极乐 广度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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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